彭博新闻社网站8月11日发表题为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错了 下面这样才能重回正轨的文章 作者是彭博新闻社经济部首席经济学家汤姆奥利克 文章摘编如下 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过去三任总统的领导下 一直在发生变化 奥巴马开始了谨慎的转向 虽然他仍致力于与中国合作 但在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上 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从朋友到敌人的决定性转变 但是接下来的政策 说的好听点则是随意无序的 到了巴东时期 敌意依然存在 但战略得到了完善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与盟友进行协调 并未提高国内竞争力进行投资 尽管如此 美国仍带着一种极端的愤怒情绪来看待中国 在一连串的互解下行动 这令其更难实行政权的政策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刚刚庆祝了自己100岁生日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仍在活动 他曾表示 世界上两个大国正站在悬崖之巅 以下是美国互惠中国的三大地方 首先 尽管有可能出现多种结果 但中国既不会崩溃 也不会接管世界 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 但如果有一件事是这个国家的决策者显然擅长的 那就是规划一条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上升通道 彭博社经济部预测 中国将稳住2023年的形势 并实施足够的经济改革 以维持大约4%的年增长率 直到这个10年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将在本世纪30年代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但中国不会获得实质性的领先优势 在可预见的未来 美国和中国将是同伴和竞争对手 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调整其长期对华政策 其次 把美中关系说成是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生存斗争 就像拜登政府所做的那样 是不具建设性的 这也让美国在与其他政权打交道时容易被指责为虚伪 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制定一个符合自身价值观 但不以牺牲更广泛的战略目标为代价的对华政策 这意味着采取比目前可以看到的更有连贯性的政策和严谨的言辞 第三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并不是主要 或者是在很大程度上 通过欺骗美国来实现的 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因显而易见 庞大人口提供的充足劳动力和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 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世界级的基础设施 对美国高管来说有着强大诱惑力 他们有强烈动机优先考虑来自中国的短期收益 美国的教训是 更多的重点应该放在转变激励措施和加强国内竞争力上 正如中国过去40年的经历所表明的 加强自身力量的好处是巨大的 只是很难做到 现在就是开始这样做的最好时期 乳病难以再继续